6月15号 香港媒体传出消息 赌王的二房太太蓝琼英 6月11号在养和医院病逝 享年79岁 离世时五位子女都陪伴在她一旁 蓝琼英家世显赫 14岁时嫁给赌王贺宏申 为她生下一儿四女 学习做生意 为她打理家族事务 去世前就已经掌握了家族企业的命脉 哪个女人能做到她这种程度 一生可谓传奇 蓝琼英于1943年出生 她的父亲是民国少将 骑兵队将军 曾毕业于黄埔军校 退休后居家在香港生活 盖了五层房子 积累了不少财富 但因形势影响 慢慢加到中落 蓝琼英不得不去社交 提升影响力 她喜欢跳舞 经常出席各种上流人士的舞会 也因此认识了何鸿燊 在中秋节的一次慈善晚会上 何鸿燊被青春靓丽 能歌善舞的蓝琼英吸引 此时 她的大太太李婉华正在病重之中 何鸿燊考虑到需要有人 来帮助她搭理事务 于是决定追求蓝琼英 她邀请蓝琼英去海边散步 两人在交流中情投意合 蓝琼英也发现了 何鸿燊身上的才华和魅力 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因为蓝琼英身世不凡 懂得社交礼仪 气质绝佳 何鸿燊又非常喜欢她 就带她出席各种宴会典礼 他们称为的最佳拍档 被很多人称为武帝与武后 1958年 何鸿燊在香港 为她买下了一栋别墅 二人依据大清绿地成婚 蓝琼英成为了 何鸿燊的第二位夫人 蓝琼英受父亲的影响 性格果敢 致力于成为一个女强人 婚后 除了帮助何鸿燊打理工作 做她的左膀右臂 她还学习自己做生意 靠头脑和能力 获得了丰厚的资产 在蓝琼英的陪伴下 何鸿燊一点点将地产家业做大 进军澳门博彩业 而蓝琼英也生下了 第一个孩子 女儿何超琼 在出生之时 赌王刚取得赌场专营权 时间凑巧 让何鸿燊认为 何超琼是富贵的象征 对她疼爱有加 母亲蓝琼英 也因此获得无限宠爱 之后 她又相继生下了三个女儿 何超凤 何超家 何超姨 何儿子何幽龙 风光无限 这时蓝琼英搬去香港生活 以免和在澳门的大太太产生冲突 在香港时 蓝琼英没有放下财产方面的工作 她刻意安排自己的兄长 进入赌王的核心产业公司 安插眼线 可惜 在她离开之时 何鸿燊就没有停止风华雪月 情人不断 蓝琼英不再是毒宠 她等何鸿燊在加拿大投资产业之时 就跑去加拿大 为她打理服装产业 1981年 李婉华的独子和幽光 因车祸逝世 她的大女儿何超英 难以承受打击 变得疯疯癫癫 长子的离世 意味着赌王继承人的大转变 而当时能承担如此大任的 是蓝琼英的大女儿何超穷 1985年 赌王娶了三太太陈婉珍 1989年 赌王又娶了四太太梁安琪 已经失去毒宠的蓝琼英明白 她难以拴住赌王的心 不如尽早为未来做打算 她将精力放在女儿何超穷身上 和赌王一起 安排何超穷与许静恒联姻 慢慢将大女儿 培养成为商界女强人 何超穷也成功进入信德集团 担任董事 2004年 李婉华病逝 李婉华的离世 意味着赌王正式的空缺 虽然蓝琼英是何鸿燊的合法棋子 但一直处于窃位 因此他想接这个机会成为济世 何鸿燊答应了他的请求 承认蓝琼英作为正器的地位 没过多久 赌王摔倒重伤 太太们讨论起了遗产分配的问题 赌王将信德股份 分给蓝琼英和他的子女 将一大半奥博股份给了四太太 奥博明面上看大股东是梁安琪 事实上 在2019年 阿尔房便通过联盟霍英东家族 获得了超过53%的股权 2014年 赌王将信德公司全权交给何超穷 而何超穷还是美高美中国的主席 当时市值627.76亿港元 儿子何优龙则掌管新豪国际 如今 蓝琼英的儿女们也牢牢掌控着家族企业的命脉 赌王何红山一生四个太太 蓝琼英靠着自己的手段和实力 一点点攀升到最高层 和儿女们一起享尽富贵 这样看来 蓝琼英的一生也算完满 这边 一个 在一位 就这么大 乖